好,亲爱的旅客客们,欢迎来到美丽的巴基斯坦 我们今天的踏儿硬 今天的踏儿硬,我必须给它们照一下 一会儿准备做一个带鱼 好辣啊这个带鱼 还有螃蟹,全是母带 全是母带,特别黑 我去了那么多次加料后,就今天这个螃蟹 沉甸甸的,跟砖头似的 我准备开灯了 霞说这个带鱼很像我呀 都很长 对呀,你们看那个带鱼 带鱼有多大,这是鱼头 好大呀这个带鱼 而且挺新鲜,看眼睛就能看出来 我们一会儿把它弄 这么大个怎么吃 咦 看,不大 这个带鱼如果小的话,煎一下吃行 这么厚,这么宽,这么大的带鱼 喵怎么弱呀 你们瞅瞅我了 这个带鱼确实不错呀 你就看这个三爷镇的看,多新鲜 螃蟹已经下锅了 带鱼先给它煎一下 碎碎味儿 有点厚味儿 有点鱼 煎的这个成产还行 挺好的,一点没碎 第二锅 我不跑呀,我再强调一遍 我不跑不跑啊 好吧,基本大锅告成 剩这个鱼头 这鱼头弄好了 可以开门了 我饭还没做好 他又睡了 这羊子 昨天晚上接通到两点 天天晚上我靠的也是这两点 昨天也是这个点睡了九点 睡了一个小时 就等到两点 饭都煮好了 没有主食 订了个主食大饼 不知道啥时候能送回 这个 这个 粮食汁 放了一个月 不知道能不能喝 今天晚上菜这么硬 我得整一口 关于这个螃蟹 很多巴基斯坦人 他是不吃这个东西的 包括住在卡拉奇海边 他们很多人都不吃这个东西 更何况内陆的 像拉赫尔 还有伊斯兰 更没有人吃 想想跟着我呢 吃了几回 感觉还行吧 他们就是吃海鲜吧 你说巴基斯坦人吃海鲜也吃 但是只限于鱼 鱼一类的海鲜 因为他们就是带壳的东西不吃 有讲究 有讲究 带壳的东西不吃 比如说什么 蛤蜊啊 海螺啊 带壳吧 虾啊 螃蟹啊 带壳吧 不吃 这玩家 你说一天能吃到啥好玩意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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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啊 还是被我说服了啊 试一个 玩出鸭面 刚才我给三狗一嘴 不吃 直接吐出来 这两只兔来的 不知道人家想吃啥 多好吃啊 超好吃啊 你看火牙的咬得嘎嘎响 发表一下意见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啊 啊 相同的鱼 是不是跟鱼一样 这个跟鱼能一样吗 嗯 好吃啊 啊 好吃啊 非常好吃啊 嗯 嗯 你知道 如果我们回到中国 可能每天都会吃这个 可能 可能 提给 因为 如果我们回到中国 你会去看鱼 鸡 鸡 鸡 你会去看鱼 你会去看鱼 对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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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回到中国 每天都会吃这个 海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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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吧 哈哈 好吃啊 好吃 这个饼 这个饼 是我在巴基斯坦吃的 最好吃的饼 至少放油的 味儿就跟当国内的千层饼 差不多 看我的 带鱼 行不行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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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还是 北方 那个 那个 天天鱼 好吃 北方 北方 那个好吃 这个 Smart 好吃 明白明白 虽然 我这个 带鱼啊 卖相 不是很好啊 但是 我觉得 非常 压力 好吃 我们外边 停电 屋里头有电 外边没有电 外边狂风大舵 电闪雷鸣 我估计明天又要降温 羊团狗得亏今天这个衣服袜子啥的都整好 啊 三哥 竟然下冰包了 鞋铁了 好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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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啊 快进了呀 三哥 好